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十二锅 然后是台湾个人的小火锅 卖的是石头锅 陈希乐过去 就是一炒二香三煮事先 怀旧未到的石头锅 人在生命的过程当中 都会有每一个拐点或者是节点 在拐点的过程当中 重新要省视自己 省时度视来看看 自己过去走的路有没有走错 然后当初为什么出发我是谁 所以这一次能够在做品牌的原因是因为 能够让自己更清楚知道 过去走的路对不对 还有帮助我在未来的路上走得更清晰 能够让轮廓看得更清楚 然后能够走得更稳健 挑战是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大家都有彼此的共识 难得是当一旦呢 我们决定要出发的时候 就有人跟我们不同手不同脚了 所以这件事情在 还是回到一句话 就是回到我们的品牌的考求 这个是要不断的傻面粉 当我们在每一个决策的过程当中 然后总是想要的太多 需要的中一点点 那团队每一个人在不同激荡的同时 最后还是要有人拉回来 试试问问自己 我到底是谁 所以挑战最难的是 是自己来自于自己内心的那一段 我到底要什么 第一次在参加这个计划最大的收获就是 看到了自己过去所走的路 然后走的对不对 然后也让我更坚信 未来的路走的更稳健 然后更能够坚定了过去 我们在创业那一刻 我们许下那个梦想 的确那个使命 就是一样记忆游行 然后团队也看到了这一段路很清晰的 就很像小叮当的任意门道 我们去看到未来 这个是我第一个学习 那第二个学习就是看到了一致性 当该不可落下的那一剎那 让我看到基尼一个品牌 的确不容易 因为文字落下的那个美好 的确是每一个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 所遵守的那一个规则 也可能就是所谓的基准 那当有基准在任机的时候 我相信在走的路觉得不错 最后一个最大的学习就是 莫忘初中方德时中 品牌优如一个人嘛 那生命老天爷赴给我们生命的时候 我相信这一刻是让我们好好的去体验 体验每一个小节点的美好 每一个挫折带来的启发 那品牌依然如此 所以也要鼓励 每一个参与这个 参赛的人 或者是后续在经营品牌的人 我们不要小看每个节点 带给每一个当下 都是一个最好的安排 那总之我们告诉自己 每天来点新鲜的激活自己 因为当我们内心的那一份信念 还有那一份尽忠存在的时候 路走久了不怕遥远 所以不要担心这外围当中的风风雨雨 而是坚信自己这条路只有我们勇敢的走 也要送给台湾一起参与这个 要被计划的参赛者 以及持续在这条路上 打造品牌的所有的先进或者是同辈们 我们一起把台湾的品牌经营好 让台湾的品牌可以被看见